全球輿論大動態 近載有報天天圖 大家好 我是邱鎮海 一晃又到了禮拜五的 時間過得太快了 我記得本週一來的時候 我說這禮拜我來陪伴大家 對不對 我說這年頭陪伴很重要 對不對 疫情階段現在一晃 陪伴快結束了 這溫存的時間更短 如果每天陪半個小時 一個禮拜加血就一個多小時 或者兩個小時多一點 溫存時間更短 跟大家講個笑話 說以前上帝發現人類太快活了 於是他發明了愛情 最近疫情階段 上帝發現人類太寂寞了 於是發明了陪伴和溫存 所以現在強烈建議 我們跟上帝申請一下 強烈建議延長我們的陪伴時間 同意的幫我們點個贊 好嘞 講完之後咱們看看白宮 最近聽說白宮不太安全 特朗普一定待不下去了 我是建議他到有包天堵讀 咱們就正好缺個嘉賓 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 看看白宮咋個不安全 馬上告訴你 過去去教 對不對 疫情剛開始 大概一個多月前 兩個月前 我們知道美國副總統 彭斯他的辦公室裡面 有一個人得了新冠肺炎 後來彭斯說我沒事 然後現在不是了 現在特朗普的貼身侍衛 還不是貼身警衛 貼身侍衛 這個人是幹嘛的呢 這個人是負責幫特朗普洗衣服的 幫特朗普燙衣服的 換句話說 特朗普身上穿的所有的衣服 都是經過這個人的手燙的 對不對 這話說得沒毛病嗎 所以你說是安全嗎 咱們看看聯合金融網 和CNN報道說 特朗普的貼身助理確診 然後白宮說 總統先檢測成因性 特朗普說了 我一天撤兩次 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 一直撤到我 陽性為止 這話推理下去沒毛病 要不然他一天為什麼撤兩次 所以我就說得了 退休以後 假如說今年11月3號選不上 到香港來 管吃管喝 有包天然如就做 我在主持的時候 他出來旁邊 我就跟他講講笑話 聽上去好像是笑話 但也不是不可實習的事情 這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 沒有做不到的 好 咱們先祝美國總統 特朗普身體健康吧 11月9號之前 至少能夠被選 被選下去 對不對 選下去是很重要 好 同時我們看看香港01 和香港星報報道說 隨從確診新冠病毒 特朗普特別緊張 要不然一天為什麼撤兩次呢 早上一次 下午一次 所以我就給他推理 一直撤到陽性為止 大嘴巴說得不太好 好了 這時候咱們就說完了 這個路透社報道說 美國總統特朗普 討論推出更多的經濟疏困措施 有可能進一步推遲報稅的期限 然後這是關鍵 南瓜早報 南瓜早報有很多猛料的 有一天我碰到他們總編解 當年夸了 我說你們有很多猛料 比如How delays cause lives in US 其實很多美國人本可以不死 就是因為被耽誤了 當時不戴口罩了 後來不隔離了 那所有的時候 用英文說 That's all his fault That's all this gentleman's fault 都是這個紳士的問題 他自己 聽我這麼一句說 他臉部不太高興 這兄弟 其實話也話不出來 然後特教授戴了眼鏡 口罩也不戴 到現在還不戴口罩 你不是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嗎 對不對 你至少還有半年美國總統 你也得明年以後再說 對吧 好 同時我們再看看 現在特朗普這個管制能力有問題 今天第三部分 我跟大家好好講一講 這個特朗普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不過這個話聽上去好像也不行 跟特朗普說他不行 他還會說我行了 你看我孩子那麼多 好 同時咱們再看看 《經濟日報》和CNBC報導說 說調查顯示民眾 憑政府抗議中國最高分 所以咱們說了 這個其實放得開收得攏 這是一個國家管制能力的表現 對不對 然後同時我們看到路透社 和《南華早報》 報導說中國稱支持WHO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 調查新冠疫情的源頭 所以事實上你美國來啊 來啊 前幾天他的國務卿說 We have enormous amount of evidence 我們有一大堆的材料 今天第三部分我跟大家講 他說我現在原來沒有證據 我還是相信情報機關 所以這個人 大概是病了 我現在發現這個蓬佩奧 和特朗普兩個人病得不輕 為什麼 一會兒告訴你 好的 先看看咱們《人民日報》 痛批外交部發言人說 希望沉迷於甩鍋遊戲的 美國政客回頭是岸 然後中國中美大使崔天凱 在出席咱們鳳凰網的 一個論壇的時候 說不能任由少數人的政治操弄 把中美關係拖入對抗 衝突對抗彼此消耗的境地 然後與此同時香港明報報導說 蓬佩奧準備邀請台灣參加 WHA世界衛生大會 最近我告訴你啊 離開 今天已經8號了吧 離開蔡英文就任 還有12天的時間 未來12天 美國人可能會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跟他說 尼米智的航空母艦 沒有開到台灣海峽去了 雖然上面的大兵都懶兵了 對不對 這軍艦沒懶兵 誰說懶兵 號稱也是有戰鬥力的 他是號稱 然後同時呢 還在外交場合不斷地拱 說台灣要去參加什麼WHA 這個都是以主權國家 為載體的嘛 然後國台辦就批民進黨 並不是關注衛生 好了 同時咱們再看看 香港經濟日報報導說 美國準備在亞太 射一個戰斧導彈 北京說 小心一點 要不然偷雞不成捉八米 聰明反背 聰明五 好了 咱們看看 美國國防部的這個新調機報 也報導說 Public Health Announcement 說其實現在這個 美國國防部宣佈了 他說 雖然我們的大兵染病了 但是我們還有其他人沒有染病 最主要說 他說我們的硬件沒有染病 軟件 染病了 好 後面是說 美國現在國防部 採了一個徵兵命令 徵兵命令 說凡是得過新冠疫情 不是說現在有 現在有 當然肯定不會 德國新冠疫情的永不錄用 那我這麼一說就沒了 就沒人跟美國當兵了 不是開玩笑嗎 然後我再推理下一句 基於事實的 說凡是德國新冠疫情的人 基本上後面生育能力都不行 那後面沒人當兵 沒人生孩子了 我這話好像沒毛病 這邏輯上是對的 對不對 好吧 令人交曰的五月天 聽了這《有報》提前的時候 美國白宮裡面炸開了 特朗普說 我不呆了 白宮呆不下去了 你看我的四重都生病了 我到香港 有報天堵 我在旁邊跟他們呆著 I will argue with this man 令人驕愈的五月天 這個五月份確實要 可能要出點事 這裡面最主要就是 美國的疫情 美國如果疫情緩轉了 那他就不會 不會找中國多少麻煩 如果未來幾個月 他管不了疫情的話 這個毛病他要犯了 好 同時我們再看看 新年廣播電台和路透社報道說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取消批准中國部分製造商 在美國銷售 這完全雞蛋裡挑骨頭 最新的亞智隆堡報道說 美國對華索賠的陰謀 特朗普掩蓋 掩飾抗議的失敗 然後同時路透社和香港電台報道說 美國有官員指海灣國家 與中國打交道時 應考慮美國的關係 到處煽風點火 到處挑撥離間 同時韓聯網報道說 朝鮮媒體說 金正恩向習近平 致口信祝賀戰役成功 你看 到底是朋友 今天早上很重要 咱們的劉鶴副總理 政治局委員 與萊特希澤 很多母親通電話 這個事已經好久沒發生了 原因過去100多天的疫情 現在疫情稍有緩和了以後 咱們著名的貿易談判還要進行 但是我跟你說 最近中美的貿易談判 美國要對中國什麼徵稅啊什麼的 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 這個貿易戰了 而是一個貿易包圍戰 最近美國在對中國 形成一場國際貿易戰 這個未來段時間可以關注 比如說歐洲 澳大利亞 完全是跟著美國走了 什麼加拿大 還有咱們禁鄰日本 韓韓國 這以後有時間再講 好 這個中美的貿易談判 傳最快下一個通話 這是昨天的事兒了 老了 今天早上已經通了 然後大陸買美國大豆 單月超過110萬噸 然後同時呢 雅虎和布隆伯都有報道說 中國最為美國下達 2020年最大的豬肉訂單 最近美國人沒肉吃 所以老是會產生一些幻覺 什麼失憶症啊 什麼嘴巴說的話 也是前言不搭後語啊 尤其他們領導人 亞洲人剛報道說 中美的經濟 博弈此消彼長 然後同時呢 有個基金中的創始人說 疫情之後 中國主導權將增加 這我以前講過的 未來三個月 誰能夠把疫苗給做出來 能夠把全世界拯救出 這套人道主義危機 未來二十年 三十年 這個世界就是它的 而我認為 中國為未來三個月 做出疫苗的可能性 遠遠要超過美國 好了 同時我們再看看 白宮說 俄羅斯和美國總統 討論軍空核新冠疫情 防控的情況 這個要值得關注 雖然咱們也不能太小家之期 但是此時此刻 你說你要發揚什麼 一北核精神 我明天學歷史的時候 從來沒學過什麼一北核精神 西方人不講的 一北核就是當時 蘇聯和美國 所有的捐寄前嫌 一致向前 壓根就在會上 當時史達林和羅斯福 兩個人提了一句 現在居然被他們拿出來 說一北核精神 這個炒作 這個背後有意圖的 好了 同時我們再看看 這個聯合早報 和彭博東訊報道說 美國手機生產率 創2015年以來 我以為是深浮 原來是最大的降幅 美國經濟急墜 五分之一的勞魯人口領救濟金 好了 同時我們再看看 彭博東訊報道 和聯合早報都有報道說 說調查顯示 美國半數以上的中小企業 因為病毒疫情而倒閉 禍不單行 然後香港電視報道說 美國3月份的消費信貸 創十年以來最大的跌幅 而且馬上要出版的 英國Economist 經濟學人 這個負面故事叫做 Dangerous Gap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鴻溝 是什麼鴻溝呢 雖然實際經濟下降 但是股市還是旺 這一方面當然顯示 這個金融危機還沒產生 但老這麼鴻溝下去 也不是回事 經濟危機繼續往下走 金融危機必然要來 好了 同時我們再看看 其他這個Daily Graph 和Feders Times的報道說 現在這個UK 英國是慢慢地 開始回到它的正常的一個狀態 IMF 國際貨幣金組 已經批准50個成員國 供給100億美元緊急援助 然後腋下農夫被迫回收成 農民搶救糧食送平民 這是在美國 同時出行限制豪宅市場 新加坡 香港等地豪宅也跌價 同時NHK日本和香港信報報道說 安倍稱爭取本月中旬判斷 是否解除緊急事態的一個宣言 同時德國方面宣佈 鬆懈有可能會導致第二波疫情 秋天以來 秋天馬上要來臨 德國現在據說有個德國的鐘南山 他經常在發表 德國的鐘南山 德國的張文宏 他們那兒也有冰毒學家 基本上都一致認為第二波 今年夏天要來臨 然後第二波一定比 今年上半年要更加門烈 那我的研判是這樣的 這個我們現在稱之為小陽春 在東方的小陽春稍微長一點 因為我們呢是夏天來得晚 來得早的這個冬天 冬天來得晚 他們呢是這個冬天來得很早 基本上這9月下旬就開始冷了 所以呢 現在夏天還沒來臨 所以現在他們還沒走出疫情 但是差不多小陽春在西方 大概只有兩個月時間 在東方大概滿大滿帥 有五個月時間 這裡面其實對經濟轉型 對重慶部署 其實有很大的戰略窗口機遇器 好了 同時我們再看看 《新大日報》報導說 這個疫苗動物實驗結果 中國團隊全部的開始引收 港大也發現了 眼睛是感染新冠病毒的 一個重要途徑 所以最近我發現 我們團隊的小夥伴 各個成了博士了 每個人都戴了眼鏡了 連特朗普也成為特教授了 同時我們再看看 這個世衛組織報告說 人體挑戰實驗有助加速疫苗 關鍵問題 現在咱們也有很多志願者區 然後世衛組織說 病欲復仰 因肺復發 原來是沒治好 然後現在還有瑞德西維 也開始要 馬上要上市了 然後落馬抗體 有可能會遏制新冠病毒 行啊 反正現在是人類都在試 所以最後 誰能笑到最後 這個事業就是誰的 巴西又超過20個高管 確診著 開玩笑 叫意大利暴達黑工 60萬人將獲得拘留 同時聯合國報導說 說疫情有可能導致 拉美更多人種植毒品 然後可卡因 可卡因這個毒品裡面 也有個Global Supply Chain 居然也有一個全球的供應鏈 這不是開玩笑嗎 然後美國突然發現 新冠partei 禁害己害人 這個時候還在搞什麼party 這開玩笑 溫存兩個人自己到家裡去溫存 說到溫存 親密夥伴 長期糾紛 現在不是美國一個37歲的華醫學者 說他發現了新冠病毒嗎 然後就被人殺了 於是有人陰謀論 說這可能是政治陰謀 其實不是了 同性戀 最近同性戀特別多 親密伴侶 長期糾紛 好了 後面國際書報 這個是日常見 每日驚報 然後俄羅斯 俄羅斯 俄文我是看不懂 我只看懂美女 據說俄羅斯美女22歲以下 特別漂亮 過了40歲就不行了 然後A Day of Hope 是一個希望之日 你看英國今天產生希望之日 今天5月8號非常重要 5月8號是二戰結束75年 真正25年之前 我在德國我記得這一天 當時是二戰結束50天的時候 當時我們搞了很多的活動 一晃25年 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 這25年發生了很多的事 地緣戰略 反恐 對不對 科技革命 貧富不均 全球化 面臨死亡 特朗普上台 新冠疫情 今天其實大家有時間 這個我們可以 時間永遠是不夠的 但是說還是要說 有時間 以後再跟你說 好了 同時我們再看看 CNN和俄羅斯 報導說美國參議院 沒有推翻總統特朗普 對國會議案的一個決議 然後同時特朗普任命了 一個新的駐委內瑞拉大使 現在不是說 委內瑞拉粉碎了美國的政編嗎 然後裡面有一個是特朗普的警衛 這事沒得到證實 但是現在任命了 新的駐委內瑞拉大使 然後之前他的第一任 國家安全顧問 現在搞不懂了 到底特朗普團隊 有多少國家安全顧問 現在這個國家安全顧問 我們名字都記不住 第一個就是佛林 這個佛林將軍 後來是通俄門 然後被弄掉了 第二個是麥克馬斯特 麥克馬斯特人家先不幹了 麥克馬斯特人家先去經商去了 到Zoom 就Zoom 那個四項會議裡面擔任董事了 然後他說 我的任務就是幫助Zoom 在未來幾年業績又迅速的提高 你看政界不混了 人家混商界取得多好 同時我們看看這個英典 Pamirsoom英典 印度時報 恒聯合報報道說 印度的化工廠毒氣外泄 13個人死 千人住院 然後印度軍隊 擊斃了喀什爾米地區的 反政府武裝 有人擔憂這情況 有可能使這個地區更加動盪 朝鮮人民軍發言人說 南朝鮮軍方軍事行動 妄動不及後果 我也是懶得說了 通常韓聯合報報道說 韓國外交部說 美軍駐紮費用應該公平合理 你要跟特朗普去談軍費 談不過的 韓國人 你哪是他的對手 人家是談判一把好手 開玩笑 然後谷歌放棄 多仁多智能城市的一個計劃 然後特朗普準備花5億美元 把他的美墨邊牆給重新刷一刷 趁牆體吸熱 燙手 有可能會遏制偷渡 這也算是創意 但有時候精神不正常的人 他也有很多創意 有時候大詩人 你像以前德國一個詩人叫什麼 叫赫爾德林 有時候赫爾德林塔 他27歲到35歲 他就天天在那個裡面吼 就在精神病狀態下 寫下了不朽的詩作 所以創新有時候跟精神病狀態 是連在一起的 這個我必須承認是創新 對不對 但是是不是精神病呢 那我們就不說了 好了 同時我們再看看 前助理要求拜登承擔 性騷擾的責任並推浪 這麼老的老頭還要性騷擾 行啊 可以 好 然後同時我們再看看 不可以的 性騷擾是永遠不可以 我說他性能力大概還可以 然後同時我們再看看 《證據時報》網說 第二波蝗災襲擊非洲 規模是上一次的20倍 然後哇 這個硬核 現在有個網絡詞叫硬核 武警官兵泥潭訓練 砥砺血腥 大清世界 甚至有る二人不有 單位一定要 可以的 中文他們出去 來自宅 說一旅 將這樣 平日 可以的 你看看 中國軍人在煉這個 美國軍人在醫院裡頭懶病 然後現在美國人說 凡是懶過病的都不能當兵 那我就說沒人當兵了 真的是這樣的 然後我說懶病的人 以後都沒有生育能力了 那以後就沒有美國孩子了 好 這句話咱們就不說了 這個後面糾正印象 剛才是特朗普還沒有 還沒有實施任命 提名 還沒有任命 提名了一個美國州委內亞大使 好了 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是中央局長 好 中央局長 咱們看這邊 先看看香港新報報道說 中國4月份出口升8.2% 出口升8.2% 然後其中大部分是 這個Medical Supply 這個那個 我這麼忘了 就是南華早報 Medical Supply 就是那個醫療物資嘛 抗疫物資是吧 抗疫口罩防疫物資 海外需求飆升 然後同時我們再看看 香港新報報道說 外儲大增308億美元 6年以來最厲害 所以開玩笑啊 然後同時我們再看看 下個南華報說 衛健委說內地現役 全調整為低風險 整個的現役級 全部調整為低風險 3000多個現往 對不對 所以這個抗疫成就 是非常重大的 然後同時我們再看看 聯合早報報道說 中國五一期間 假期消費回暖 重點監測 零售企業銷售額比清明多了 多多少 數字說話 多了32.1% 開玩笑 這個已經剩了三分之一了 然後各省市復揚率 是5%到15% 雖然我們不能放鬆 但是我們對第一階段 真的是高度自豪 同時我們看看 《人民日報》說 產業鏈協同 加速起步走 香港新報報道說 內地的汽車銷量 20月以來首次回升 我昨天跟大家講了 一個是汽車 一個是房子 最近看樓的人很多 說明 你算明天沒希望 我怎麼會看樓呢 對不對 買車 車跟房 都是中產階級 生活水平的 重大兩個標誌 所以這兩個是重大指標 這兩個是人民信心的 也是中國經濟未來的重大指標 好了 同時我們再看看 《中國時報》報導說 大陸金融開放 取消什麼額度限制 中國取消 境外機構投資者的 有額度限制 然後《人民日報》還報導說 新基建加速智能經濟的到來 上海三年 2700億人民幣投資新基建 主要是5G 咱們談談香港 香港先9月份立法會選舉 所以這幾個 這段時間我們再給香港 利益規矩 利益規矩 這個叫通俗的說法 學術的說法叫建章立志 OK 好 這個《人民日報》現在來了 說 《古惑洗腦與撕裂 香港修理風波回望之一》 說明這個文章是細烈的 好 同時我們再看看 這個《香港新冬日報》報導說 有個社會議員說 把少年推上暴力路是大罪過 這個前幾天 港澳辦已經說話了嗎 這個黑豹不除啊 這個永無寧日 這都是話已經亮了了 《香港經濟日報》報導說 煞廳內衛攬炒 這個內衛攬炒 建制泛民今天大決戰 好了 後面是《中央初報》 好嘞 現在這個 昨天好像我 好 沒講過 現在這個世界有十大趨勢 在疫情完了以後 科技趨勢 以後有 這十大趨勢裡面 有一個是重大的3D打印機 好 這個《香港大公報》 和《文匯報》報導說 中國完成首次太空3D打印實驗 然後兩會馬上就舉行了 再過兩個星期以後 咱們就進入到兩會時段 然後今年兩會 大檢記者額取消面紡 這個面紡就不要了 還是要保持隔離 廣東的書記和身上 視察虎門大橋 看看這個震動 到底是怎麼回事 咱們有各種震 現在有僑震 然後同時我們再看看 《人民日報》 和《人民網》報導說 《賢陽》公佈40餘醫護被裁事件的 一個處理結果 同時華為 華為chip 華為的芯片 已經成為全球的十大品牌之一了 《信報》報導說 《原油保》這個事兒 這說起來都是累 這個賠福底線 傳中航訂保證金是20% 影視業倡導現片酬 是啊 那些人真的是 賺了錢太多了 同時我們再看看 《澎湃》和《香港新聞報》報導說 《內地學者》 照期刊大規模的測考 這到底 背後到底是啥問題 到底是政治因素 還是這邊的學術因素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這是一個事兒 李小嘉 就是香港港交所的總裁 宣佈明年頁 明年約滿以後不再頁約了 這個事兒說一說 這個兩個 昨天抓到幾個就是獨孝 然後發現反黑警長 原來自己也是一個獨孝 這不是警匪一家嗎 這開玩笑 然後還有一個 讓人覺得事可忍 孰不可忍的 有一個印尼的一個傭人 對她的主人不滿在香港 然後就在她的主人的 喝的粥裡面 不斷地加入到內骨城 於是使那個女僱主 突然增肥了四十磅 你說有什麼薪酬舊恨 我們要這樣子 好了 休息一下 完了以後咱們看看 特朗普到底行還是不行 對吧 以前這個四百多年前 莎士比亞說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 然後我們又說 Can or not can 因為他的前任 這個奧巴馬是說 Yes, we can 奧巴馬從來不說 Yes, I can I can就不行了 我行 我們可以 他當時奧巴馬 我當時見過他 他有一次競選的時候 2004年 他的slogan叫 The change is on the way 改變在路上 這個很好 然後變成到了特朗普 說Yes, I can 那不行了 七十多歲老年 要證明自己行還是不行 所以現在全面復工 美國死了35萬人 一定會有第二波專家警告 專家警告說 太早解封後果很不堪 所以到了現在我點評的部分 現在最主要的是 東亞完全已經走出 現在歐洲也開始出現拐點 只有美國來得太晚了 因為真的 本來我們以為 大概最近一段時間 五月份美國可以出現拐點 現在不要說出現拐點 在美國人們告訴我 頂峰還沒到呢 所以現在全球抗議 可能是這一波 美國成了最後的堡壘 你看最發達的國家 成為最後的堡壘 最後一個字 就是行還是不行 白宮的團隊的管制能力 別的能力咱們不說了 別的能力咱們也無從了解 至少管制能力真的不行 好了 有報天天圖 我在下週繼續跟大家聊